黑衣騎士騎車後方穿白色上衣的男子追上 還車身靠近了一下 黑衣騎士趕緊把車子往左偏 兩人就是因為這個靠太近的動作 開始一路尬車 過了轉彎處 黑衣騎士停下 兩人開始吵 莫滿靠太近 黑衣騎士認為被逼車 穿白色上衣男子解釋 黑衣騎士不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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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自己打來了 不要吵了 吵了啦 不要吵了啦 吵到黑衣騎士直接敲白衣男的安全帽 白衣男氣炸 下車打開車廂想找防衛工具 卻發現車廂內只有雨衣 閃車這個避免 就是也是沒辦法避免 就是騎車還是要騎慢一點 然後就並行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人家開車門要閃躲嘛 所以可能會有這個要突然變換車道的狀況發生 所以還是盡量就是騎車就是不要並行 然後騎慢一點比較好 吵架的地點在高雄遠武竹南路 22號下午5點多兩名騎士行車糾紛爆衝突 其實就是因為白衣男子要閃一台停在路邊的休旅車 卻被認為B車 雖然兩人最後心情難離開也沒報警 不過在大馬路上吵又是下班時間 車子多路又小直接擋住了後方好幾輛的機車 搞到後方騎士也吵無奈 東升星王宝親在高雄報導